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聂轩 迷这个字给我一种头晕目顺的感觉 好像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解释它 尤其呢我们常常对于很多的事情了解得不够全面 因此会产生许多迷思 如果我们不能够抱着尊重和谦卑的态度看待事情 就会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陷在迷思里打转 美国的纽泽西州有一个特殊班级 里面都是一些曾经辍学或是家庭有重大变故 吸过毒甚至坐监犯科等 有过诸多不良嫉妒的学生 他们的家人都对他们很失望 连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想放弃他们 唯独有一位名叫菲拉的女老师 自告奋勇 主动要求接手教这个班 和其他老师不同 菲拉老师来到这个班上的第一堂课 并没有先用军事教育的方式诊断纪律 而是先在黑板上写下三个选项 要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做选择 选项中谁会是一位事业成功又能够造福人类的佼佼者呢 他写的选项分别是 有两个情妇和多年严重的烟瘾 并且嗜酒如命经常买醉 曾经被两间公司炒鱿鱼 每天晚上都要喝至少一公升的白蓝地 而且有过稀释鸦片的记录 曾经是国家的战斗英雄 年轻的时候从来没做过违法的事 结果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第三个 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才应该是在社会上有所建树的典型 接着菲拉老师开始公布答案咯 第一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连续担任过四届的美国总统 第二位是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首相 第三位是阿道夫·希特勒 法西斯主义的恶魔 大家都相当惊讶 答案完全出乎意料 于是的时候 菲拉老师满怀热情地对大家说 各位同学 你们看 我们总是被自己的迷思给误导了 一个人过去的融入和耻辱 代表的只是过去 真正能够影响一生的 其实是你们现在和未来的作为 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 别被过去的错误毁了一生 今后努力积极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对世界有正面影响力的是 你们都还有机会成为连自己都钦佩的人 因为菲拉老师的这些话 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一生 这个班级里后来还出了一位 史上最年轻的华尔街经理人 罗伯特·哈里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过去 就算曾经犯错 也不该让自己的过去回了未来 只要人在新的环境中愿意改变 承认自己的过错 愿意痛定思痛 从自己不光彩的历史中走出来 永远有机会 可以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如果我们一直陷在错误的迷思中 认为环境掌控了我们的一切 把自己犯过的错误 重复拿来惩罚自己 那肯定会觉得 这世界上永远都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逐渐变得愤世嫉俗 我们时常陷入在各种迷思中 怪罪环境 怪罪天理不公 经理看到单一面 就认为那就是事情的全部 人先就这样 被完全单一的角度的迷思给控制了 曾经有一只小蝸牛它问妈妈说 妈 为什么我们一生下来 就要背一个这么重的壳啊 蝸牛妈妈说 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头支撑 所以只好爬行啊 但是啊 我们又怕不快 所以需要这个壳来保护我们 蝸牛又说 可是 毛毛虫姐姐也没有骨头 也爬不快啊 为什么它就不用背这个 又重又异的壳呢 蝸牛妈妈回答说 因为毛毛虫姐姐会变成蝴蝶啊 会飞以后 天空会保护它啊 蝸牛又问 可是 蚯蚓弟弟也没有骨头 也爬不快啊 也不会变成蝴蝶啊 为什么它也不用背这个 又厚又重的壳呢 蝸牛妈妈说 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啊 大地会保护它的 小蝸牛听了 伤心地哭了起来 它说 我们好可怜 当蝸牛好可怜 没有人保护我们 于是 蝸牛妈妈安慰它说 怎么会呢 我们有这个 又尖又硬的壳保护啊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已经明白了 小蝸牛如果一辈子 都对自己的壳 抱着这些负面的迷思 认为自己好可怜好可怜 当蝸牛好惨 根本一无是处 那就注定 会为自己带来悲惨的一生 相反的 如果它可以摆脱这些 悲壳好凄惨 当蝸牛好倒霉的观念 从负面的迷思中 挣脱出来 认清自己的定位和角色 也就一定能够发挥所长 善用自己先天的优势 闯出一片天地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能能跟宗汉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迷在英文中有哪些用法 千万别错过啰